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交的话就请到myradio.hk节目月费收费表 假选你想支持的节目 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myradio节目月费计划 Hello 今年的年少市场我们的摊物是31、32 我们今年有很多东西买的 有袭击梁振英 袭击梁振英2.0 有T恤 有杯 有书 还有其他我的作品 又有T恤 快点来练销市场 31、32的摊位 保罗政治学院和2月时报 拥抱大香港主义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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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第三节的大香港早晨 这一节讲讲美股 因为昨晚美股也很厉害 导致这个导径师指数创历史高位 收市的时候就报这个 2068点 突破20,000点 创出这个历史新高 然后昨天结果就升了这个 155.8 收市是准的 准的 是 很振奋 振奋的地方就是在于 大家就把这件事 创出了到特朗普身上 是挺好笑的 大家在这负面的新闻不断 跟着之后 但是自这个正式上任之后 就是斜线向上 结果就是昨天就突破了这个二万点 其实有分析就是说 分析就是这么说 分析就是憧憬 这个这样的 这个特朗普就有很多 製造就业的这些方案 和憧憬减税等等等等 哀哩巴拉 跟着之后 近期的一连串的业绩公布 都是利好的 跟着之后就突破二万点 这个是一个很 就是很多支持特朗普的 又或者是 甚至是有些不同地方 我看到中文世界 华语世界 那些喜欢打半岛飞机的 都用来打飞机的 但是其实就不是 又不可以说完全无关事 事实上 事实上自从他上任那天之后 也都是斜线向上的 那几天 但是问题就是 特朗普上台 带来这个历史升幅 其实历史升幅 又不是真的升很多 虽然昨天的升幅是多的 就是 道指升百多点 但是 是不是特朗普上台 就带动了这件事 其实应该这样看的 就是 特朗普是有云的 这个人是有云的 因为其实 虽然我不是很多 不是很经常在节目讲股票 也不是很经常在节目讲股市 但是有记得的话 就是你们如果间断断续续 有听我去讲股市的话 其实都说过 其实 整个美市 今年是会向好的 因为整个股市的力量聚集了这么久 整个美国的资本的力量聚集了这么久 再加上 当然它的所谓的 American first的政策 是会对于整个本土的 美国本土的经济刺激有影响 起码就业会有影响 现在又再建了一条油管 然后又陆续会有 这个 有这样的 美国的企业 会将这样的制造 一些制造的 环节 搬回到美国 这些都是有利刺激 但是最主要就是 最主要就是 整个大市的方向 譬如有几个因素 几个因素 是导致这些东西 最主要就是美元的走势 因为 譬如在2016年的时候 我有几次去讲股市的时候 我都说 美元是必然走强的 那美元必然走强的基础 就是建基于 建基于 事实上其他货币是走弱的 那你在比较底下 譬如你在来年 譬如你看欧洲的局势 欧洲的状况 或者是英国现在不知脱欧 脱成怎样 不知怎样脱的状况 或者是德国那样的 难民的状况 经济发展的状况 那是很难去看好欧洲的 那你在比较的情况下 那必然是看好美元 再加上就是 由金融海啸开始 一路去崩下的量化宽松 然后银金 终于到近年 开始收紧 然后 然后 当然很多 在香港 无论是金管局 外汇储处备 或者是一些股市 楼市相关的分析 大家都 譬如昨天 又说了外汇基金 投资的情况 然后 你论后那些人 是没有用的 走出来 老虎蟹跟你说 投资环境 依然是充满风险 依然是不明朗 就是你说的 你论 投资市场 当然是不明朗 你论什么 一个明朗的投资市场 还能找到特点 如果投资市场是明朗 这个世界还不用做 不用做 你论什么 我还有空跟你写书 我还有空跟你吃 全部投资 我还有空跟你吃 渣渣面 如果整个投资市场 是没有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大部分的因素 都是明朗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不全买 全世界都不用做 而那个趋势 是很明显的 无论是说 银行业 如果是香港人 最关心的情况 银行业 楼市 大家都在讨论 这个情况 就是说家息浪潮 因为家息的趋势 是不是去到一个浪潮 迟会再去仔细奔着呢 但是 家息的 逐步逐步的家息的情况 是必然会发生的 因为整个低息环境 已经在全球出现了这么久了 而事实上是有足够的条件 无论是美国的失业率的情况 或者是就业的情况 或者是企业发展的情况 其实已经是去到一个 足以去 去 去持有银行的环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 必然是会走向了 一个家息的趋势的发展 好了 那家息趋势的发展 当然 投资市场很多人都会跟你说 或者是讲股脑 很多人跟你说 那家息有个风险 或者一有家息的消息 那家息来说 一家息 就会衍生几样东西 就是你的资金成本会上升 你借钱会昂贵 尤其是你做楼房的 那自然就你供楼的成本 就会增加 那这个是 是不是代表一个不利的因素呢? 短线来说 就必然是 必然是会令到你的投资市场 尤其是楼房的投资成本 会上升 但是加息是显示了一样东西 你是经济环境向好的条件 才有权加息 你没有听过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很好 让我再检释一下 让我再检释一下 再检释一下 你没有听过财长出来说 为什么现在的经济环境这么好 你还要检释一下 高兴一下 再检释一下 为了把气氛推向另一个高峰 没有人这样做 所以 加息抵累的潜台词 就必然是经济向好的 就是 我们先讲一些 大的金融机构 不是 一些 大的经济体 我们不要再检释 我们不要再检释 不要再检释 那些 加息减息 不关系的事情 他们有没有息口 他们的息口准不准 你都不知道 我们现在讲大的经济体 那变成是 美国必然会步入加息周期 是必然的 那 步入加息周期的必然结果 也必然会令到美金走强 那美金走强的必然结果 也都是 虽然短线会令到资金成本上涨 但是长线来说 或者中长线来说 必然会令到美金计价的所有东西 变成值钱了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 而这件事 其实 说这个说法 或者去憧憬这件事 或者期望这件事 已经期望了 基本上都有年多了 然后现在逐步发生了 逐步发生 与此同时 就撞着一件事 就撞着特朗普上台了 所以特朗普这件事 是有运的 不是说特朗普 是不是真的 哇 你看看特朗普 一来上台 他一起了墙 哇 那墙墙 一宣布起了墙 那墙 那墙 就真的刺激到整个大市 就突破历史新高 其实刚好 只有这么巧 所谓突破历史新高 其实 都有一段时间 徘徊 在19000点一段的日子 都尝试过 几次 然后 就刚好 撞正了 他 这个宣誓就职 那几天 就谷了上去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 只是显示了一件事 就是 果然这个人 是 脚头好 开开赌场的人 是不认同一点 这个人 这个人是宅 贼人 看得到云 贼人的一 你说开赌场的人 不能看风水 我就不相信 茅山总统 是的 这个人一定是对 术素 紫微斗素 这些 一定是了解过 如果详情想知道为什么 你就快点去年宵 买一本茅山高校 卷三 如果从来没买过 卷一至卷三 都在我们的年宵摊位 31至32号当 整套都可以买 快点 现在立刻下去买 另外关于金融和术素 都有一本可以作为补充资料 就是金钱师的术素金权 是啊 术素金权里面 年宵都可以买 都有相关的资讯 你就可以看看 是运来的 另一个当年 叫做上任状政经济好 而有其实秦林姆姆姆做过的 就是克林顿 其实克林顿 他在任期间 整个大市经济都是好的 克林顿做过什么 去刺激大市经济 其实没有什么想法 想来想去 除了 刺激一下自己 是的 除了刺激之外 你也想不起他做那些不刺激 但是他在位的时候 就是一个经济环境好 当然 特朗普在位 会遇上一个什么经济环境呢 全球化走到一个樽颈位的状态 由全球化到回归到各自的衍生保护主义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货金 对 有800元奖励你勤力 对 真的 大乡好感谢 因为说我勤力 是啊 有个说你勤力大乡 哇 吃货 真的 英雄所见略 和我有时都想奖励自己 所以 你看到我这几天去年宵 每天都吃大乡 每天都吃大乡 我都觉得我要奖励自己 那些 然后我老婆经常打电话 喂 你到没有到没有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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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鸡蛋再走进去 所以整个美市是向好 好了 对香港的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香港的投资市场的人 是要留意的一件事 就是 港股是一个很奇特的股票市场 因为港股是最怪的股票市场 就是因为港币其实是等于美金 也就是说其实港股是美元计价的 事实上是美元计价的 而且我们的息口是跟美国的息口 所以美国的加息周期 其实就等于香港的加息周期 所以香港的资金成本 会跟随着美国的资金成本去上涨 或者下行 这个情况就出现过 譬如在沙斯的情况的时候 03年间 就令到出现了一个很古怪的情况 因为经济周期其实并不是同步 于是乎 但是经济周期不同步 但是那个币值就同步 所以就出现了有一段时间 就是很奇怪的一个很古怪的 就是通缩的情况 但是没有办法减税 没有办法减息 没有办法利用那个货币调控 去跟随自己的经济部分 好了 这是其中一个奇怪的地方 另外一个古怪的地方 就是 现在比以前更加古怪的 就是 香港经济 其实也是很大部分程度 或者我们的股市 其实就跟随中国的经济部分起舞 因为在香港现在的成份股里面 就有很大量的中国企业 那变成了 其实它的业绩就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 但是它的计价就反映 美国的币值的情况 和美国的资金成本的情况 所以它会处于一个很古怪的状况 而近年 以前 就是说十几二十年前 就是香港的股市 就很喜欢说一件事 就是 美国打的那一刻 全世界就感冒了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个原理 因为世界大部分的东西 都是美金计价 它有什么风吹草动 它喜欢乱钩 那么全世界都等于是贬值 无论得说 但是香港的股票市场 因为源自于近年上市的公司 又或者是成份股的内容 越来越多是中国的公司 所以很多时候 现在看股市 除了看美股之外 以前炒股票就是 就是看伦敦 看美国 但是现在你就会跟随着 A股的部分起舞 而跟随A股步伐的起舞 的同步率 近年是越来越高的 就是它在两边之间 以前就跟美股的走势 就是美股大升 就是港股实升 就是以前的年代 但是你现在要看A股 慢慢逐步 近年 近年就越来越倾向了 美股的影响力就比较低 而A股的影响力 也就是说 A股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管什么股 总之就是大陆股市 大陆股市的影响力 随着它的升跌幅 就影响着恒指的升跌幅 多了 但是我想跟大家注意的一件事 我想要大家留意的一件事 我觉得 从今年开始 跟随美国的步伐 是会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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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转移回去 作为美国 作为一个核心去带动 而那些钱是很聪明的 还有最主要就是 我们刚才说到 香港股票市场那两个左右的因素 就是它实质反映公司业务的内容 以及反映你计价 你用什么货币值来计价 就反映美金计价 或者是其他货币计价 你就反映那个币值所代表的经济力量的实力 理论上两件事 就是会互相影响到的 但是有几个因素 令到所谓公司的实质上的发展价值 或者业务的价值 其实变得没那么重要 就是那些是中国公司来的 中国公司 其实你也不太理计它的业务做什么 其实事实上你也不太理计 那些数据也倾向你也不相信 所以这个因素 其实投资市场是一种心理的反应 其实是一个看法的反应 它只不过用钱去反映了看法 跟这些货金一样 大家用他们的钞票去反映看法 而人的看法是很主观的 他认为业绩重要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 整个社会的风际很难冒实 就是这个巴菲特的概念横行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公司的业务很重要 那段时间那个股市就更努力了 那个时间 那个时间的钱 就觉得是不是啊 你看看那个股价真的反映公司的价值 接着有一段时间 不是这个世界是看概念的 忽然之间 就是当大家观念认为是看概念的时候 忽然之间股市就不会反映公司的价值 好了 人是选择乐观的事情来看的 你以为那个币值强势 所以呢 慢慢大家就会导引 看香港股票 最重要是看港币 港币就是跟美金挂奥的 只要这个说法甚囂尘上 大家就会跟随美股喜舞 而我觉得这个情况是会出现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就留意 留意 留意多些美股的走势 我觉得它会 那个同步率是会 当然它不会完全变回以前的 完全跟美股喜舞的状况 但是 那个 步伐的 那个 那个 是会变得 强烈过 前几年一点的 这样的 这个值得留意了 OK? 好了 那说一点点关注的事情 那我就要走了 那因为呢 今天呢 其实有个事态的 就是呢 今天柏阳呢 在高等法院 就会再上庭 就是 再一次申请 这个这样的保释 等候上诉的 那上次就其实申请了一次 那就失败了 但是就留了一条尾巴在那里 就是呢 等确定了那个上诉日期之后 就再次申请 那其实呢 我们这一排呢 都在周旋这些事情 就是做一些很复杂的事情 那终于 已经辛苦了 就终于落实了 那个上诉的日子 那所以呢 就有了上诉日子 我们呢 今天呢 就再去 要求高等法院的开庭 有了上诉日子 那可不可以 给他保释出来呢 那其实呢 就现在就要开庭了 这样 那我就要知道那个情况 那所以呢 我就做到这一节 这样呢 我现在就要去高等法院 那就剩下那一节呢 你们做什么呢 一会儿 访问 OK 好 那我交给你们了 还有大家记得 大家念力支持 就是大家要做几件事 念力支持柏羊 第二件事 跟我质问Facebook 为什么我们没有蓝剔 第三件事 就是记得来年宵去光顾我们 今晚又继续在七点钟开播 在年宵 还有今晚呢 就无论是《易血政治》 或者《白无禁忌》 都有奖品送给大家 OK 所以记得下来探望我们 好 我们做到这里 我出去了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